来来来 麻烦要个紫水晶 和我走息 我还在听着深层疗愈的音乐 在我的水晶引导身体能量重新课程 在里面我就会用这个方法 令你们身体的细胞复活重新 恢复最佳的状态 千万不要错过 有些粉丝问 Peter Sir 我家里有些水晶的玄石 有些可能会脱色 或是脱了些粉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些水晶 天然的密度比较低 会松一点 例如 我说过很多次 透石膏 这是玄石来的 有些是经过抛光 这些能量没那么强 我喜欢玄石好一点 用指甲 大力点咬它 一支支是会出来的 这是绝对正常的 我们帮人做治疗 多多一点都会有 不影响它的能量 不影响的 好了 讲下这个刺石物 这个圆圆桩桩的刺石物 好了 用手可以试一下 大力点 大家看到有些黑色的边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炭元素 很高度的炭元素 是正常的 如果你家里那一块 试一下 没有黑色的 请留意 很可能那一块不是真的刺石物 好 接着我讲一下 美国闪明转 把它反转看下 为什么会这样的 如果闪明转 经常会浸水的 为什么水多呢 它可能这些 所谓的矿物 可能会浮出来 甚至会浮出来 但是这些可能会掉出来 像石仔那样 亦都没问题的 不影响它的功能 因为为什么 它是依附着下去的 它原本就是这样的 你购买的时候 原汁原味 有些人亦都很喜欢这样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了 黑壁势 像现在这些 看不见到 云母银色 云母爱大力推出它 看不见到有些闪亮亮的 闪亮亮的 在这里的 这也是依附在这里的 是天然的 当然不要弄掉它 为什么 它漂亮就漂亮 它有这些云母在这里 功能是会强一点的 这个是孔雀石 加蓝铜矿的共生的圆石 这个密度亦比较脆弱一些 如果大力一点 去撕它 它亦都会有些粉撞出来的 是正常的 不影响它的功能 因为它比较脆一些 好了 说回 这个黄水晶 如果大力一点 或者放在水喉里冲它 咦 不对路 看到有些黄色的 在手上 很辣 即是 可能这些 就游那些色上去 又或者 像纸晶山 最常见的 我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家里有纸晶山 回到去 放在水喉里冲它 冲它 分凌两分钟 如果看到那些水是有紫色的 那就不用问贵了 那个纸晶山就是后天加点色上去 让它比较英俊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是天然 什么是后天加上去